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女子遭遇海难流落荒岛 没想到岛上竟然有怪物的灾难惊悚电影《荒岛甜心》 大家好,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甜心醒来时已经被海水冲到了一座荒岛 不用问,肯定是遭遇海难了 不远处还有一个男人小白 甜心过来一阵呼唤没有反应 这才发现小白的内部已经被珊瑚刺穿了 手足无措的甜心大声呼救 但是回应他的只有风声 取下小白身上的信号枪 甜心把他拖上海滩 本来小白还有一口气 结果猝不及防被甜心一把把珊瑚拔出来了 这下彻底没救了 甜心去荒岛的椰子林里捡到了一个椰子 然后用石头砸破外皮 里面枝叶很多 不过等他回来想给小白补充水分时 小白已经失血过多嗝屁了 小岛不大不小 周围的海水清澈见底 甜心围着沙滩寻找有用的东西 绕了外围一圈 只有一根中空的树干 于是他又进入小岛内部 便很快发现了一个旧营地 营地并没有人 挂在树上兜子里的东西也沾满灰尘 打开地上的储物箱 里面有几瓶没开封的可乐 旁边还有一个水瓶 以及一个铁盒 铁盒里最重要的是有一盒火柴 随后甜心又翻了营地其他的东西 除了一块破布和一个背包 以及里面的零碎外 似乎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他又小心观察了那根里面漆黑的树干 一只海鸟传出来 把它下了一举脸 摆两个树叶把小白的尸体盖上吧 毕竟朋友异常 当晚小岛下起了雨 甜心躲在一棵树下将就了一夜 第二天雨过天晴 海滩上多了很多搁浅的鱼 这下不愁没食物了 不过一条小鲨鱼身上伤痕累累是什么情况 算了 还是先干饭吧 用石头刮掉鱼鳞清除内脏 准备吃生鱼片 不过小白尸体的气味有点影响食欲呀 还是拖远点挖个坑埋了吧 立根刻着B字的墓碑 希望他以后没实力别出海装毙了 求生能力还不如一个女孩子 傍晚 甜心又迎地的破布搭了个帐篷 这样就不用再挨雨林了 升起一堆篝火 心想这个武艺过得有点倒霉 第三天 甜心出来捡树枝 路过小白的坟头时 发现那里只剩一片血迹 小白的尸体被什么东西挖出来吃了 吓得甜心当下一颤 难不成小岛上还有野兽 赶紧用石头修一根长毛防身 树林里也不敢再住了 当晚他在海滩点燃篝火过夜 第四天 甜心在岸边不远处发现了什么东西 游过来一看 是一只行李箱和一个水桶 正是他们出示游艇上的物品 随后 他潜进水里 想看看水下还有什么宝贝 结果宝贝没有 一个黑乎乎的大圆洞倒是有一个 没敢过多停留 他赶紧返回岸边 打开行李箱 里面有鞋和衣服 这下能换衣服了 当天晚上 一架飞机轰鸣着经过小岛 甜心赶紧去拿信号枪 可惜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等他慢吞吞射出信号弹时 飞机早就飞远了 反倒是信号弹落下时 看到一个大黑影探出水面 吓得甜心赶紧跑回营地 捡起长矛就钻进了树林深处 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黑夜中 一种奇怪的吼叫声在他身边响起 万幸 怪物最终没有发现他 天亮以后 甜心回到营地 查看曾经露营者留下的照片 发现其中一张夜晚拍摄的 上面有一双眼睛 怪不得那一家子没把东西拿走 很可能就是被这怪物吃了 于是 甜心打算用行李箱和救生衣 制作一个小船 他坐进去离开小岛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玩意儿一上就翻 根本不可能带他离开小岛 当天傍满 甜心躲进了树洞中 半夜 乌云遮住了月亮 怪物果然又上岸溺石了 树干被扒拉的原地转了好几圈 等到天亮以后 甜心哆哆嗦嗦地钻了出来 他抓了几只小鱼 不是要吃 而是敲死之后扔进海里 用来吸引更大的鱼 甜心看准机会 一毛刺死了一头倒霉的小鲨鱼 他要用这头鱼做诱饵 看看那个怪物到底是什么 晚上 鱼被吊在了树上 甜心挖了一个坑 躲在远处盯着 结果等着等着 他睡着了 等他醒来已经日上三杆 鱼也没了 只好打算顾忌虫尸 一会儿再去抓一条鱼 这时 他在岸边又发现了东西 过去一看是半截尸体 于是 这个倒霉的家伙 就被吊起来当成了诱饵 今天甜心不敢再睡觉了 半夜 怪物果然出现 甩着两条大长腿 走过来把半截尔吃了 甜心一看 对方是海里的生物 还是直立行走 八成是不会爬树 于是 他自作聪明 给自己做了个吊床 哎 老娘睡在半空中 看你怎么办 晚上 怪物又上岸了 甜心吓得大气不敢喘 结果 事货躲不过 吊床被怪物爬上来 两巴掌掀翻 甜心掉下来后 撒牙子就跑 怪物紧追不舍 慌乱中 甜心用长矛 猛的往前一次刺中了怪物 而怪物反受一个过肩摔 就把甜心扔了出去 刚要开吃 一个惊雷把怪物吓了一大跳 到嘴边的鸭子也不吃了 直接溜了 隔天 甜心在海里泡了个澡 压压惊 上岸后又有了新的发现 游过去一看 是个充气救生法 里面一男一女 都是和自己一起出行的伙伴 其中男人还是甜心的男友 盒饭 女人叫便当 甜心招待两人吃了烤鱼 还有82年的可乐盒 吃饱盒足后 甜心说这里有怪物 咱们赶紧做救生法撤退吧 便当女听说小白死了 表示很伤心 问她死时候痛苦吗 甜心说 死时候不痛苦 不过尸体老惨了 被怪物拖出来吃了 便当女却不太相信 她受够了在救生法上漂流的感觉 坚决不肯再回到那上面去 就算死也要死在陆地上 而甜心则完全相反 她被怪物吓破了胆 就算死也要死在救生法上 何饭男也不相信甜心的话 他要了何饭男的钥匙 因为上面有一把水果刀 可以撬开贝壳 回头却看见何饭男跟便当女 葛纳亲亲我我 看来海上漂流的几天 他们俩肯定做了不少爱做的事 再次确认两人不想离开 甜心感觉自己太多余 趁着两人搞破鞋时 偷偷开始打爆急仰 然后推着救生法 决定自己开溜 结果还是太年轻 不知道拐个弯背着点人 被何饭男二人当场发现 人没跑了 还白挨了一泡拳被打晕了 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偏心双手反绑被捆在了树上 到现在他们还不相信有怪物 甚至便当女还在海边瞎溜达 突然一声惨叫传来 何饭男捡起火把冲过去 果然便当女被怪物袭击了 他一火把敲在怪物脸上 怪物则一脚把他踹翻后 一个猛子回到海里了 便当女身受重伤 最后又被怪物拖走 直接领了便当 甜心正开绳子 拉着已经吓傻的何饭男赶紧跑 第二天何饭男老吃了 主动帮着甜心捕鱼 吃了最后一顿烤鱼后 两人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趁天没黑离开小岛 甜心进来救生法 发现底部有一大片血迹 似乎明白了他们在海上漂流时 吃的是什么 何饭男正在努力滑奖 突然一道黑影从水里经过 随后何饭男就挨了一爪子 大白天的怪物就出来觅食了 两人赶紧躲进救生法 但根本没用 怪物直接抓破了救生法 何饭男直接把信号枪 怼进怪物嘴里 抠动扳机 怪物短暂车退后 转身直接把甜心拖进了水中 夹在夜下就往大黑洞里游 慌乱中 甜心想起了身上还有把水果刀 一刀刺中怪物腹部 怪物一边喷墨汁一边沉底 谁知怪物还有一个老婆 老婆怪物一看老公嗝屁气急败坏 直接把手握长毛 打算营救甜心的何饭男 卢走返回了黑洞 何饭男就此领了何饭 甜心亮脸像枪爬回了小岛岸边 火种还没有完全熄灭 他赶紧重新点燃篝火 随后他在本子上开始写遗言 告诉后来者他的经历 过了一周提心吊胆的生活后 甜心决定反击 做了他认为万全的准备 这天晚上老婆怪物又上岸了 结果正中甜心的陷阱 被他点燃的熊熊大火包围 甜心趁机冲出来 用长矛戳戳了怪物腹部 然后趁他病要他命 一套荒岛八旁枪 把怪物打成重伤 当然期间也没少挨揍 不过最终他还是手刃了怪物 电罪后小岛被大火点燃 估计他也会因此被路过的飞机发现 荒岛甜心上映于2019年 是一部看完一言难尽的惊悚灾难片 说实话 前半段还比较有看点 迅速切入灾难主题积极求生 但后半段明显泄气 直接变成了女猎人打战小怪兽 而且怪兽战斗力忽高忽低 最后直接被导演安排领了盒饭 拍的有点过于随意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